大家好,又是我Ben Ye, 今天我會和單車友由沙田第一城解單車去大埔, 看看風景,大家一起享受這個美好的星期六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因為溫度大概是20度左右,乾爽, 因為做運動的關係如果太熱其實就不是太好的, 很容易就會中暑,但現在好像20度的天氣這麼乾爽, 你出一身汗也不會太濕滴滴,空氣是非常之好的,海水味 你自己的速度可以嗎?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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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車越重越重,真的棒, 你跟我但是,哈哈,我跟你是二站一點, 是嗎? 你那一步沒有什麼球啊? 是啊,只有三個球而已 我踏了雙腳 是,很辛苦 我這步上車也不用轉球的 這麼張啊? 是不是直去啊?上時有骨頭下去嗎? 直去 直去,好適 可以了 這就是韜律港的 好,各位,讓我介紹一些漂亮的東西給大家看看吧, 這一步呢,Birdy,阿老闆,十一速啊, 而我那一步來說呢,三速而已, 三速也算不錯了,因為呢, 現在,有些速度給你選一下, 那你上斜啊,或者起步那一下呢,是舒服很多的, 它的特別之處呢,就是, 後面有尾鎮, 前面有前鎮, 這個標誌就是這樣, 兩支,兩支撐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很帥仔, 那如果要改一下,要多少錢呢? 對, 它前後地就是一套的, 是, 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 這車主要的特色, 因為它也沒有接車, 是 但是它的接車位, 就不在車架上, 變了它的硬度比較高一點, 對, 接車的接是在後面這裡接, 應該是, 收了上去的, 輪子是收, 這樣反過來, 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是油壓, 油壓, 碟煞, 油壓, 碟煞, 在這裡就入油, 跟真車的原理都一樣, 在這個位置, 有些碟煞油, 透過這條管, 這條管就不是行歪壓, 平時普通的單車來說, 是行歪壓的, 這個行油, 這個是油來的, 這支撐, 這支撐都很貴的, 一千三元一個, 我在網上看, 一點都不行, 有了大概十分鐘, 聊聊聊天之後, 我們現在又起程了, 我們現在向觀音像的方向出發, 不知原來現在科學園都挺漂亮的, 話說, 冰爺大概十幾年前, 就在科學園這邊上班的, 那時候, 這一節未起, 全部都是爛地來的, 進來這一邊, 要坐去大學站, 接著再穿小巴, 交通不算方便, 還有, 周圍都是爛地, 十幾年之後回來, 快過這裏, 綠樹蓬梭, 爛單車, 是幾舒服的, 旁邊就是個大海, 都好, 其實星期六日都很多人爛單車, 這條路呢, 幾好驗的, 那些車速呢, 也都不會說迫到你, 好行啊, 好快啊, 這樣, 左手邊呢, 就是透露港公路, 右手邊呢, 就是透露港, 看到觀音像啊, 我們就在那個位了, 我記得以前呢, 中學生的時候呢, 一次中學生路營, 接著踩單車, 又是來回這個位置, 我記得那時候呢, 就沒有條這麼漂亮的路, 讓你踩的, 爛路來的, 還有現在的樹大了很多, 看多漂亮, 好了, 我們過了一個透露港公路, 現在呢, 正在向觀音像, 現在正在走著, 走著, 然後, 還有大概七公里, 七公里, 我們的路程還有七公里, 又沙田第一城, 來到這裡, 十公里, 還有半小時左右, 就應該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大美篤, 大家拭目以待, 好香的烧烤味 由沙甸大家常驚到这里,已经花了一个半钟 现在是下午4点搭九 其实这个路程来说,让我去澳门 在澳门来说已经兜了整个圈 平路多,不算很难踩,但是这个路程长 现在已经22公里了 有了差不多24公里 一个半钟头有多了,快到了 看来多漂亮,好香的烧烤味 闻都闻都快到了 很多单车租的,一辣都是单车 你可以搭车进来,然后才看到租单车都未迟 看几多单车 好开心,很多给你选 看来多长了,看到吗? 看来多长了 不说得笑 但是可以坐巴士到这里 然后就可以到后面租单车 才开始你的旅程都未迟 因为我们今次是由沙甸第一城出发 所以车程长很多,大概16公里 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推算了 我做老汉 这个车真是很厉害 哇 哇,走一条斜路上来之后 最终来到一个大坝 你看到右边这边就是马鞍山 整个马鞍 这一条就是大坝 而这一边就是水坝 这个是柱水湖 看到吗?没有花没有架 这一边就是大坝 1小时47分钟 走了差不多26公里 最终来到大坝 由沙甸第一城 踩到这里 这里就是水坝 水坝的柱水湖 并已经有工食 入口 入口 食品 乘画,骨m 乘画,水平 一边 走 已破性 又到野餐的时候 在华原杰铁 买了三文鱼饭 还有这个很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些是黑麥 今天Benny的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請給個讚 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麻煩訂閱 Benny會製作更多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我們下一段影片見